你最近怎麼辦的事 就讓我找了個抄襲的過來 我對抄襲的態度就是靈魂人 你就在打我招牌 我明明記得他跟我說是元創 我不想聽你解釋 那你給我重新找個人過來 你給我重新找個人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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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加油孫希希 我太期待能見到我的偶像了 現在又不開心 你這兒希希啊 把我們都來當什麼地方了 第一天上班就遲到 還有五分鐘九點我沒遲到啊 跟我來周總今天的行程安排的很緊張 十分鐘後我們都過來吃衣服 半小時後把膏子送上的肩 下午還有對周總的雜誌專訪 如果跟不上 你就死定了 老闆來了 周總 我們這裡是整個行業屬一屬二的 服裝設計公司 不是什麼菜瓜子爛葉都要的 我哪裡是在 周總放心 我這就讓他走人 咖啡送我辦公室來 還愣著幹什麼 還不快走 剛過去的 是不是我的偶像 大名鼎鼎的服裝設計師周敏前輩啊 你快走吧 周總不待見你 我 嗯 面試的人呢 怎麼還要我等他嗎 你去跟他說 周總 這是你畫的稿子 啊 嗯 我願意給你一次機會 下去吧 有事找正宇 不知道張總大家光明 有何會這樣呢 公司已經連續兩次進入虧損 當初當然你入股是看中 你賺錢了錢 現在不僅沒賺 虧了這麼多 你怎麼跟董事會進來 你們旗下宣發部門向財務借了兩千萬 我想這個事 你不會不知道的 我警告你不要多掛錢事 從今天開始 從今天開始 這裡就是你的位置了 實施期間三個月 你就負責接聽電話 給周總買咖啡 訂午餐 我身為周總的頭號助理 負責對接周總的私人行程和日常生活 下個月 我們公司有場秋季時裝發布會 到時候我會陪著周總出席 你就待在這兒老老實實的繼續實施 別給我捅了這就行了 請問你 喂 你好 呃 這裡是 諾蘭社姐 請問你是有什麼事 你好 諾蘭社姐 周總沒空 再見 學著點 以後接電話這種活由你來幹 可我怎麼知道 哪些電話重要 哪些電話不重要 喂 你好 諾蘭社姐 今天老闆沒空 對 他 喂 你好 諾蘭社姐 原來是李總啊 周總上周跟您聽的一位料已經到了 好好好 我這就讓人去取 好 拜拜 你去拿 限你兩個小時 這瓶片料很重要的 別給我搞砸了 我再離開 了吗都过了两个小时了 我的咖啡还没到 就你们这样的办事效率 送外卖的资格都没有 苏西西 我不是把咖啡买来放那了吗 树身已经给弄丢了 什么咖啡 你自己没买就算了 你还嫁会给我 你居心何在 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 把咖啡送我面前 否则明天都别来上班 说你呢 还不快去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你的咖啡 谢谢啊 周总 您的咖啡 不是周总想喝星巴克咖啡吗 怎么买回来又被倒掉了 你买的什么咖啡 还有你话呢 你买的什么咖啡 还有你话呢 冰美式 冰美式 你真的是要害死我了 喂你好 一杯意识咖啡不要糖 地点时尚广场 诺兰设计 嗯好谢谢 苏兮兮啊苏兮兮 见过笨的 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真不知道你的设议师 业业证书 是怎么拿到的 不知道是谁啊 把周总的咖啡 用得不见了 都饭点了 给你15分钟时间 早点出去早点回来 下午周总要接见样品负责人 你要随时伺候着 爹 无事不登三宝殿 找什么事 家族那边开了家新构子 想要紧你 一起打造一个食材品牌 不去 洛兰是我的心血 我不会建议离开的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往来还有件事情 我收到那部消息 有没有对付 你 小心一点 你 小心一点 江总 有什么吩咐 周敏敬酒不吃吃法酒 我一定要给她的颜色看看 我还真当自己遇到了女神 没想到 没想到 我是遇到了巫婆 你这些巫婆 倒是形容的挺贴切的嘛 嗯 你也在这个公司上班 难道 我不在这家公司上班 我就不能出现在这里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千万不能告诉周总 放心 你这些巫婆 你算很客气的了 你知道公司的人在她背后 就叫她什么吗 东舍女王 走 给 哎哟 对不起啊 不过 你还别感谢我 帮你减肥了 人家减肥都是从腰开始减 谁从脑子开始减啊 就是 不是 你们这么会挑刺 改天请你们吃鱼啊 你们这么会挑刺 改天请你们吃鱼啊 走 好 不用喂 你今天啊一定被嫌弃的要死对吧 嗯 因为我想被人嫌弃啊 还不是因为那群人 你知道作为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什么 审美 品味 身材管理 显然 这三样 你都没有 不嫌弃你嫌弃谁呀 可我 只是想做一个幕后设计师 那你可别忘了 你可是在本身最大的时尚公司工作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老板 我们想要的如果是邻家女孩 那我们肯定不会开时尚公司 而是去开智衣厂对吗 嗯 那我不吃午饭了 我就喝这个就行了 楼下健身房啊 有我的年卡 拿去给你用 这么严格 嗯 一定要的了 喂 你人呢 限定五分钟立刻出现在我面前 否则没你好果子吃 限定五分钟立刻出现在我面前 否则没你好果子吃 公司案样品负责人来了 赶紧走吧 如果你还想在这里混下去的话 你今天就不应该吃饭 让周总和负责人在这等你 你的脸还真大 不是还有十五分钟吗 这感情不对 这颜色也不正 这线头这么多 你们是看不起我吗 我让你们打板是信得过你们 拿下什么垃圾来敷衍我 你们诺兰好歹也是业内 属一属二的公司 你还想不想混了 终于你先 先办正事 不如 周总看看这个 中美那货准备怎么样了 我们这边还在准备中 就把这些给送过去 这样不好吧 怎么了 没办法不想要了 赶紧 我要不要给你抱个裁缝班啊 你自己看到什么东西 你自己看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件衣服还挺好看的呀 看起来高端时尚 怎么不出问题呢 你的意思是 你的眼光比我强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 这些衣服还行 没有那么差 敢质疑周总的眼光 他不是活腻了吧 看来又有人要走了 那低摊上的衣服也可以了 就像你身上穿着这样 毫无版型可言 跟美和时尚根本就不搭电 这种衣服唯一的价值 就是BT 我也不知道你从哪考到设计师证 从哪来就回哪去吧 我还是把这些衣服先收起来 周总 孙欣欣他不易摔倒 就是个显眼包 你可不要被他骗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刷什么花招 治理倒行都不够我看的 孙欣欣 留下 我的衣服很好看 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 我从来都不觉得太难看 而且我也不想走 我不想离开这家公司 从读书的时候 我就视你为我的偶像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总是处处看不起我 把扮刁难我 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够好了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总是处处看不起我 百般刁难我 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够好了 周总 最近我们公司上线的品牌直播间 要不我们把样品放到直播间 测一测流量吧 如果你能把这些样品 原价卖出去的话 那我就给你留下一个机会 太难了 又不是节假日 这么短时间 估计卖不出去吧 还要原价卖出去 确实有点强人所难啊 好 我会用实力向你证明 我已有资格留在诺兰设计 关于影响公司的朋友 抽走还是我给你看底子 老师呢我开头 我心中的偶像 原来是恶魔 上一次是我 调包了你的咖啡 这一次我请你吧 还说呢 就是因为你上次调包了我的咖啡 才被图示 骂得狗血领头的 好好好 这一次我请你 就当我给你 赔个不是好吗 那你还有事 不打扰你了 那我们 赶紧再见 哦 好疼 不喝 因为公司这两个技术的交售额 非常的惨淡 所以江天父对此很是不满 他就一直在想办法戳你的痛感 因为公司这两个技术的交售额 非常的惨淡 所以江天父对此很是不满 他就一直在想办法戳你的痛感 我听说你今天又叫样品负责人大发雷霆了 要不然你后面肯定要吃大亏 好了就先不跟你说了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 这个男子我感觉是受了毛败 而且江天父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老实 该不会是公司高层 要开始出手整治毛败了吧 我到底要不要把刚才在咖啡馆听到的消息 再跟周总说一遍 现在到点了 我门听来接我了 我要先走了 制衣厂那边的交易单好像没跟完 你跟完再走 千万别出疲劳 否则啊 我吃不了兜着走 就这样 我先走了 拜拜 怎么了 怎么第一天上班就这么憔悴啊 这班 我上的实在是心累 就我靠会 要不我们不干了 不行 我好不容易能跟我的偶像共事 我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上个扑我班还这么委屈 走 我带你去好吃的 好 姐妹温岁 走 别提了 别提了 是不是工作不顺利呀 工作倒还好 就是老板太毒舍 刚刚一上班 就让我去直播带货 你一个堂囊服装设计师 去带什么货呀 这么刁价的事情 能得到你干吗 对呀 你们老板摆明了是刁难您 哎呀 带个货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况且 看咱们家这么多苏秀制品 说不定 我也可以顺道帮你慢慢呀 姑娘这想法不错 你是一位苏秀会议继承人 整天秀这是别人见不到的东西 让姑娘在网上帮你多宣传一下 没准啊 能把你的苏秀啊 推广出去 那这事真的可行 没问题 交给我吧 来来来姑娘喝点水 可以试试 嗯 漂亮 你可以把三树纸挑一下 这样我觉得好细看了 看今天直播 我就给你加块好看的日记 今天第一次直播 应付的过来吗 有什么应付不来的 你就是卖几件衣服吗 人家短视频里那么多直播间 人人都卖的 怎么就他卖不得 就是 更何况这淘气活 还是他自己奶下子 我劝你不要自作若秀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卖几件衣服吗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阴阴狂叫 要是我把衣服卖出去了 你全部都得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学狗叫 秋后的蚂蚱 看他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哼等着瞧吧 秋后的蚂蚱 看他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我承拒 我承拒 当时 我承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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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承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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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想不想挺进的呀 你们干嘛呀 不帮人家 这是他自己接受的挑战 这种小事摆不平 我以后怎么用他 那你也太苛刻了 怎么 你有想法 爸妈六十大寿 喊你回家吃饭 爸妈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 就离婚了 你跟爸姓 我跟妈姓 从法律层面来说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这么多年 你爸有管过我们吗 从人情方面 就更别提了 这个热闹我就不去了 你就是这么一个臭脾气 爸爸是想帮你 才喊你回去的 好意我心领了 没事的话 退下 你 我警告你们三个啊 不要搞事情 如果我把这件事情上包给周总 你们车表都是走 哼哼 是你 盖布瑞斯啊 你们认识啊 哎呀 他是周总的 周总的 哦 周总的合作伙伴 我们周总是时尚界的一姐 我们盖布瑞斯啊 是时尚界的一哥啦 你 想帮他吗 想要 车上的 我穿 嗯 那么是我穿 嗯 好吧 小姐姐们们 中场休息时间回来了 今天我们直播间里 邀请了一位时尚界的一哥 盖布瑞斯先生 来跟我分享 穿搭哟 哈喽 宝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盖布瑞斯 很感谢今天这道 受了邀请的一帮助分享 好 那我们进入主题吧 好 来吧 我建议宽庆的女生 不要选择泡沙子上衣 别选择圆领和无运营的衣服 并且一丝间的衣服也很适合大家 对哦 另外 离醒身材的女生 也不建议 使用过于修身的身材 可以追寻 上身 下身的原作 比如说 上身 紧身 下身 摆着裙 也非常 nice 对的 好 非常感谢我们盖布瑞斯先生 来我们直播间 可我们非常 这么多传达知识 姐妹们 你们学会了吗 赶紧学起来哦 对 非常感谢我们的存在 那么接下来 我们去主题吧 好啊 好了 现在又是我们的直播间的小姐姐 给大家来介绍 我们诺兰顺地的衣服 来吧 哈喽 家人们 我们的产品 不光是出自诺兰集团 著名的设计师 周敏之手 此刻下单 还可以额外赠送一条 苏绣的丹面 绣丝巾一条 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 现在呢 我们搭配的这个衣服 都是非常 现在流行的款式 非常适合我们的 上班白领女性 我已经上身脖子上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百搭呢 常常化的人 可以用来当做发饰 脖子好看的人 可以用来当做 微薄 那也可以当做 包包的配饰 这个苏绣制品呢 都是非常的百搭的 都是出自于 大名鼎鼎的苏绣 由真指手 质量和记忆 大家都是可以给他 怎么就让他把货 全都给卖出去了 这不公平 他这需要的工 更能去当你红灯了 家人们 那今天到这里就先结束了 大家可以多周关注 我们的苏绣啊 拜拜 拜拜 看你泡泡这么辛苦 喝杯水休息一下吧 喝杯水休息一下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背后耍什么鬼把戏 我可不吃你这碗 我看 你也陪我忙到大半夜 这杯水就留给你自己喝吧 你是在辜负我一番心意喽 苏细熙你 再敢无理取闹试试 我好心好意给他倒水 他想打我 是这样吗 苏细熙你敢打我 就你这小脾气 无非就是巴掌山的青 别以为我不知道 刚刚在我直播的时候 是你一直在给我乱 还有家的路径 上次你故意办到我的事情 我还没找你算账 这次又来招惹我 好啊 我成全 周总 我现在 把衣服给卖完了 我明天可以继续上班了吧 今天这事 我又当没看见了 苏细熙 我今天不收拾你 我还打我这小卡拉蜜 今天这事 我又当没看见了 苏细熙 我今天不收拾你 你还打我这小卡拉蜜 我打都打了 你想怎样 自己没素质就算了 不要怪别人 起在你头上拉屎 我是算命的 请问您又是算什么 哎呦 可能不是打个队呢 只要我把这些样品卖出去了 你们就在直播间里面 学狗叫 请问一下 别说 我没给你们表现的机会 我这个人 可是刚正不阿 说一不二的 我可没给你们打这个队 别赖手 哎 别走啊你 我不能白白爱苏细细地打 她实在太野 太雄悍了 江总 你为我主持公道啊 你有这种事啊 我的脸都被打中了 不信你看 你想个办法用她犯错了 我把她赶走 好不好 好不好 这是在为昨天的事儿继承呢 这是在为昨天的事儿继承呢 说这些 哦 我在 周总 这个是我们这个季度的设计图稿 你可以送去打板了 好 如果让你做 秋季时装发布会 你会怎么吸引观众 我 回去给我出个方案 不仅要有新的构思和亮点 还要能体贵我们弄来的设计风格 我们只剩下15天的时间了 两天之内 能交给我吗 可以 周总 你 和你进去做什么 不愧是又谁让你滚蛋吧 别以为你昨晚动手打我的事情 周总会坐视不理 毕竟 我们这里可是知名公司 哪里轮得到你这么个黄桃丫头撒野 你说够了没有 还没有 自从你来了以后 把我的风头全抢了去 我警告你 我们不共戴天 闭嘴 闭嘴 我在想秋季时装发布会的事情 你要是再抄抄 你就就把我过来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跟周总干了这么久 这个项目应该是我接手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 你算哪个操 你怎么配件这么重要的工作 好一个丑人多矫情见人多作怪 你来了这么久都没有接到手 凭什么认为我来了之后就要让给你啊 你今天照镜子了吗 不如我把我的镜子借给你照照 哦 不自知的东西 照了也没用 自求多福吧 下午接到外地客户 天下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我再给客户打个电话 去让一下 可以了 我警告你 这个项目我从上半年跟到了下半年 如果你现在插手的话 我的构思就全毁了 我的职业生亚就全完了 你会害我从这个公司滚蛋 明白事情的重要性了吗 你滚蛋光我屁事 又不是我让你滚蛋 喂 强哥 有人欺负我 你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喂 强哥 有人欺负我 你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你说我怎么就遇到这么个 毕业 从我第一天上班就处处 针对我不说 现在老板把秋季 时装发布会的项目交给我做 他还是心声不满 处处针对我 我招他惹他了我 我们就一直觉得我好欺负 既然这个同事这么讨厌 我等会儿陪你去公司骂 算了 我也不想在办公室里面那太难看 而且那个独身女王也处处针对我 我跟他们正面交锋 我也没什么处处 宝贝 我说真的 要不你去我爸的公司上班 每天就负责摸鱼就行 谢谢好姐妹 但是 我还是想待在我喜欢的行业里 哼 还不领钱哦 嗯 算了 你等会儿不是要构思吗 我陪你逛街去找找领导 走了 当地的新屏格都在这儿了 你要什么我都买给你 哪里用得着你为我破费啊 我随便逛逛就好了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最著名的服装设计师的 到时候我就抱紧你的大腿 你个走哪儿都得带着我 那必须的 走 你就是苏熙熙 你是哪位 别管我是谁 是不是你打了郑宇还抢她的项目 你这小姑娘长得挺可爱的 怎么心肠这么很多 原来是郑宇找人抱出来 我可不能牵连乐呢 这是我跟郑宇的恩怨 与旁人无关 你先把我朋友放了 我听到你们 你们别乱来 我帮我讲了 我就动了你了怎么着 有本事 你千万逃出我的手掌心啊 啊 快 嗯 帅哥加上微信吧 你没事吧 谢谢你替我们结尾 应该的 你认识这不是的 快去介绍一下 可是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我叫顾涵 你们叫我顾涵就好了 同乐乐 顾兮兮 原来是依人那边的宣传策划总监 感情是遇到同行了 还叫什么名片 加微信 还是加微信比较方便 嗯 顾总 谢谢你啊 每一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都会出手相助 应该的 建议有为人有责 更何况 英雄救美这种好事 不能错过吧 总之 还是要谢谢你了 刚才 我闺蜜 有点失利了 你别介意啊 没关系啊 而且我也真的觉得 加个微信的话 最方便一些 不方便 男朋友 有什么趣 没有男朋友 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那我 我不就有机会了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先走了 杜欣欣 你吃干抹镜就想跑是不是 顾总 这只是一个意外 你不会是想对你负责吧 我就让你对我负责 开个玩笑 那就好 时间不早了 我得回去港港去了 我先走了 拜拜顾总 确实是一个 意外的惊喜 苏琪熙 晚安 苏琪熙 你在想什么呢 好 你 你 你 早上自己都回来的 挺懶得了 跟男朋友一起去约会了 什么男朋友 我是去跟乐乐去找孤子灵感去了 什么时候带回来给妈看看 妈 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收拾一下 我快要迟到了 西西 苏西西 昨天我跟你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待会儿就能找你 你就说 没灵感做不出来 把这事推了 你干嘛 既然你口口声声说 自己在跟这个秋季时装发布会 那你就把东西拿出来给我瞧瞧 看看是不是真的在做 不然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在唬我 你什么意思 是在说我撒谎了 倒也不是说你说谎 而是各凭本事 如果你有更好的公司 能给公司带来更好的价值 那我最初也未尝不可 可是你连丝毫的灵感都没有 上班也只顾着摸鱼 老板交给你的任务 你也完成不了 那我怎么能浪费这大好的机会 苏西西 你给我小心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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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你来做什么 这是苏西西刚做给我的设计的 让我找交给这组过目 我确实把秋季时装设计稿 交给她来做 看来这个苏西西也不过如此 连知名大师的稿件也敢抄 要是真把秋季时装稿做给她来做 后果可想而知 来来给我叫进来 我这就去 稿子吗 怎么还说那事的呀 还在这找稿子呢 周总找你 周总你找我 苏西西 你真的叫我太失望了 你连知名设计师的稿子就敢抄 你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 我没有抄袭 这稿子是我昨晚一张一张熬夜画出来的 我我想听你解释 你现在要给我走人 你还在这干嘛 这不是我的稿子 上面都写着你大名 不是你的是我的吗 我的稿子不是这样的吗 我没有唱戏 我的稿子刚刚还不见了 我不知道 这怎么怎么会在周总你的手里 但这显然是一场阴谋 阴谋 如果你想证明自己 就拿出实力来 我最逃一场死了 我最逃一场阴谋 不用说 肯定是你在我的稿子上 做了手脚 说话要讲证据 小心我告你诽谤 好 你说你没抄袭 那就拿出证据来 四正清白 呦周总 什么时候得抄袭狗人 你态度 人家都抄袭了 这种人不让他滚蛋 留在公司干嘛 留着他破坏公司一下 等一下 那我好细看 上次那个设计师 因为抄袭被你也辞退 我看要是苏西西这次是真的抄袭了 那他就不可能在诺南设计待下去 想要自证清白又有什么难的 毕竟搞的是我爸 我可以当着大家的面 在处星化里 我可以当着大家的面 在处星化里 去的 既然苏西西敢这么做 就一定有办法翻身 下次想解体发挥 就没那么容易了 周总 这就是我原本想要上交的稿 不知道为什么 变成了我是抄袭 现在 我当着大家的面 又重新牵手把我的稿画了 这下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今天是个误会 闲杂人等 撤了吧 这个周敏处处跟我作对 我越想要赶走的人 他就越要留下 看来是时候给他点颜色瞧瞧了 从今天开始 接电话 订咖啡这种杂事 就你来做 苏西西 为我的贴身货助 负责我的私人行程 备注一下 软点跟我去见孙玲玲 以后要是再被我发现 栽赃信或这种事情 自觉通给你消失 苏西西 苏西西 别以为我和善罢干凶 你给我小声等着 我这里妙小 容不下您这尊大福 待会儿呢 我要跟着周总 一起去见孙小姐 邀请他去参加我们这次 秋季时装发布会 你空打理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背后耍什么鬼把戏 我可不吃你这个汤 跟你说这些都记下了吗 记下来了周总 你去给他换件衣服 不要让别人觉得我眼光有问题 哎好的周总啊跟我来吧走 周总 金助理一个人打够啊 我也一起去吧 嗯 来吧 怎么样 好看吗 我啊 给你挑件衣服 嗯嗯嗯嗯 来 待会儿啊周总啊 要带你出去活动 你穿的 太阳颤了 进衣服 你就拿着 我再给你去挑双高跟鞋去 嗯 哦 来 周长 高跟鞋给你 高跟鞋配粉 粉 黄色 嗯 特别好 今晚你是最亮的仔 呃 太完美了 谢谢 analy 我们次助理不是喜欢帅哥吗 man 呀 我喜欢 你管得着你 我给西西挑衣服 又不是你 酸什么酸呢你 我看这个包挺好看的 有用吗 周总是让我来给西西挑衣服的 又不是某些人 某些人别瞎凑落脑了 拿凉快 行了 我们快挑衣服 我自己拿一条 尽一把你也戴上 今天晚上会可能用得上 这两个衣服 你看那些裙长最漂亮的 来来你换衣服去走 谢谢 太好看了 来来大好包 完美 嗯 完美 你好了没有啊 周总还在外面等着呢 耽误了他俩的时间 小心你俩要被骂 太棒了 出发吧 去吧 去吧 啊啊 你 你干什么 怎么回事 肯定是苏西西 不想跟周总去找孙莉莉 不愿意把自己裙子划破的 不如我陪着周总去吧 以前都是我陪着你去找孙莉莉的 我跟他比较熟 谈起事来也比较方便 你怎么想 给我三分钟 我回去换衣服 嗯 嗯 谁会这么无聊把自己划破啊 如果是你啊 我死后感觉不到疑惯 哇好好看呀 哇 时间不早了 走吧 把包带上 去吧去吧 来 进来 你来干什么 给江总汇报一个好消息 来过来说 虽然设计稿的事情 我们难不倒苏西西 可这次就说不定了 继续说 俗话说得好 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 周总带着苏西西去找孙莉莉去了 不用我说 现在公司业绩这么惨淡 江总也知道 周总是去找孙莉莉救场去的 如果江总能够说服孙莉莉不答应周总 让她的时装发布会 就绝对开不下去 到时候 让周总和苏西西一起走人 一举两得 何乐不为呢 我怎么就没发现 你这小脑袋瓜子那么好用啊 我帮江总除掉他们两个 莫莱设计总监的位置由我来做 江总觉得怎么样 能有什么问题呢 时间结固 我妈敢在十五个街上 罪妆發布會之前把所有事情查點 模特雜誌媒體人場地罪妆樣品 這些都需要人安排 顯然公司除了我之外其他都死人 我說是那些吃飽不幹活的 你除外 我也只是做好我分內的工作罷了 那筆混吃等死牆 待會跟緊我 讓聰明一點 看我眼色形式 嗯 那位就是知名模特的孫莉莉 你只要能讓她參加我們的秋季時裝發布會 不管是流量還是銷量這都有 那位就是知名模特的孫莉莉 他就是周總今天要見的人孫莉莉 孫小姐 孫小姐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周總 沒想到這麼給面子啊 那必須啊 這是你的第一次貴人秀 我肯定要到場 只是路上來晚了一點 沒關 沒關系 都還有下半場的 謝嗎 他都厲害的自己搬修廠了 我們要如何拉攏他 這個就要交給你自己想了 任務交給你 如果你辦砸了 後果你是知道的 請開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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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补养一下 你好 我是周总的助理苏西西 有何贵感 我们公司下个月会有一场时装秀 真心诚意的邀请您 成为我们的重磅嘉宾 别跟我谈谈谈谈谈 别跟我谈谈谈谈谈 糟了 我也不知道 周总请孙丽丽的预算是多少 我该怎么办 你也看到了 我自己的秀场都是公司主持的 我不缺你这撒瓜俩造 虽然周总的大名 在业内人尽皆知 想必你也该听到些风言风语了吧 啊 你说什么 想必你早就听说 周敏江郎才进的消息了吧 江郎才进 不可能 周总他那么有才华 你进路来多久了 两个月 小妹妹 听我一句去 你能干这个行啊 也算是多少有点才华 还是趁早立谋高就 难怪周总会把这个烫手的山鱼都扔给我 原来孙丽丽 压根就看不起怒了 哎 猪狼才进啊 啊 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还在 努力沟通中 嗯 周总 你能方便跟我讲讲 我们对孙丽丽 开出的具体条件是多少呢 只要他肯参加我们的时装发布会 那回报 就比我们付出的多 我知道了 别让我失望 孙小姐 这也不是话 我不觉得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 让让 谢谢 想必你也知道 不管你知道什么丰盛也好 想必你也知道 我们诺兰设计在行业中也是有一定权威的 那要怎样 秋季时装发布会上 我们会邀请到知名的记者 媒体人编辑来为您量身打造个人专访 以及 穿上我们诺兰设计的最新产品 瞩目亮相 还有未来三年七位数的广告代言费 孙小姐您考虑一下 不感兴趣 比起诺兰 对一家公司一人可比你不能太多 一人 顾涵就是一人设计的宣传策划总监 孙莉莉居然是他那边的人 同样是七位数 他们拥有更专业的团队 我不觉得你们有什么可比性 我不觉得你们有什么可比性 一人这个品牌我也略有二文 是近两年强势崛起的女装品牌 广告商赞助商对他们趋之若无 难怪孙莉莉会拒绝周总的邀请 顾总 这一步说话 不会真这么巧合吧 这位就是艺人负责宣传策划的顾总 这次的秀场就是他举办 你好 你好 苏熙熙周总的提升助理 嗯 想不到周总新娘的助理这么好看 你怎么也不早点跟我介绍一下 现在给你介绍也不迟 那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给我介绍的美女 这位小美女想挖我去诺兰 你说该怎么办啊 这恐怕不妥吧 孙小姐已经是我们公司的人了 而且给的福利待遇也不错 跳槽 不是吧 你看不是我不想去 老板都发话了 我怎敢不从啊 这个顾寒肯定是故意的 其实我来也不是想挖墙脚的 就是我们公司下个月有一场秋季时装发布会 我们只是想请孙小姐作为我们时装发布会的嘉宾 你们公司下个月要做亲密发布会 也不是什么秘密啊 你带着给我看一下 请顾总公母 顾总 我最要分钱了 我最要分钱了 别担心 你们周总已经把时装发布会的声势仪放出去了 所以 为止是 看一下镜头 大家都是同行 相互扶持也是应该的 不如这样 您把孙小姐借给我们一天 费用您说了算 这苏西西的胆子也太大了 一个小助理 居然敢当着顾总的面谈条件 他算哪个人存 只要 你们给了起价格 我想这问题也不大吧 谢谢顾总 这事也不归顾总管吧 既然 我们在此上了此事 那我答应了 会本到 你 这是哪路神仙啊你 还能搞定顾行 其实 还是我们诺兰真心实意的想跟您合作 据我所知 孙小姐也是传统文化阿赫舍 私底下应该也很喜欢苏绣制品吧 你说说这个啊 是我刚刚上产时戴的 裤子亮的 不过 说到底还挺好看的 我妈刚好是苏绣这块的飞翼继承人 我到时候 送您一份苏绣的双面衣绣制品 作为我们初次合作的见面里 来送给孙小姐 这下 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那好吧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周总 我想 我们应该可以用之前预算不到一半的价格 来请到孙小姐 作为我们这次秋季时装发布会的重榜嘉宾了 回去吧 回去吧 孙小姐的事情解决苏小姐应该就不会有反正了吧 我先下去等你 多谢顾总出手相助 否则 孙小姐 孙小姐 他肯定是不会搭理我 孙小姐这个人 心气确实干了些 你不要心里去 这倒无所谓 只要 他答应就好了 你想干嘛 你说话就好说话 你别动手动脚的 你说呢 你说呢 那上次 只是个意外 你的拉链开了 可以洗的正语 把我的裙子给划破了 搞得我换衣服都是晃晃晃晃胡塞乱套的 现在出笑话了吧 转过身材 转过身材 刚才 一直跟着孙丽里 我也没有机会告诉你 现在好了 不会有问题 谢谢 下去吧 周明瑜会等你 苏欣欣啊 苏欣欣 这下你的脸丢大发了 是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找你还能有什么事 周明是不是最近带了叉小猪里去找你啊 怎么了 是不是关于下个月秋季时装方法会的事 那又怎样 这里有二十万 跟我搞砸这场发布会 越糟糕越好 我要让臭女乱戒不服 我要让臭女乱戒不服 周明哥你不是合伙人吗 那也不管 你这不责拿钱 本事 陈娇 你这下个女生 你中心 我招一个女生 你已经在买着 我招一个女生 我招一个女生 我招一个男生 我招一个男生 我招一个女生 他招一个男生 快说说呀 怎么请到的 喂 姜总 现在方便接电话吗 什么事 周总和苏熙熙 顺利邀请到苏丽丽这件事情 姜总知情吗 知道 那我们之前商量的计划 还继续进行吗 嗯 这次我要让周敏身败名利 我现在有事在忙 等我回公司来给你联系 一到下班的点 溜的比兔鸡还快 一到下班的点 溜的比兔鸡还快 哎 怎么上个班 妆容都变精致了 要是穿个小裙子 就会更好看了 有穿 但是在公司里边 我已经还给他们了 好吧 那我没有机会一保眼睛了 不过这个小样 已经够做演员了 哎 别说了 今天 没有时间难打工人的一天呢 怎么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老板 性格强势嘴巴又毒 给我安排的定是一件很艰难的活 哦 要不是今天碰到了顾涵 他出手帮忙了 不然 我铁兵被炒鱿鱼 顾涵 是那个烟熊救美的顾涵 嗯 就是他 那你加了他微信呢 你怎么 老执着人家的微信啊 你懂什么 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人家长得又帅 还是市场总结 你要是不要的话就给我 我要 哎呀 别说了别说了 我知道你很不说了 但是你先别说了 赶紧回家 这个乐乐真是的 见死忘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吐槽公司的事 乐乐怎么了 乐乐怎么了 没什么 我胡说八道呢 今天打扮的这么漂亮 跟人约会去了 哎呦呦 什么约会呀 我是去跟老板工作去了 我看呀 你迟早被你们老板吃的 渣都不剩了 是是是 我老板就是个女魔头 吸血鬼 但绝对不会吃了我 你就放心好了啊 我妈真的是越来越阴阳了 还是少入为妙 听人就成这样 是是是 转过身体 谢谢啊 你会要怎么见他呀 上个班啊都模仑成这样 我看呀 这个班不上也罢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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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早点叫人 我落得清心自在 距离秋季时装发布会 还有半个小时又开场 衣服还没有到 这么离谱的事情都能发生 你们还想不想干啊 你们还想不想干啊 听到了没 始终秀就要开始了 苏西西还没有把衣服送到 这会儿 周总正在办公室 大欢雷霆呢 要是苏西西拿不回衣服就好了 看他平时那么嚣张 现在连老天爷都惩罚了 凡事讲这个心诚则累 你们两个这么巴巴的他走人 早晚都得走 不好意思让一下 看把他给能耐的 不就是负责个秋季时装秀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 有什么了不起 衣服来了 衣服来了 我是不是提高过你们 厂家那边给我盯挺点 这些损失 谁来赔 时间要来不及了 晚上那边厂控再 控半个小时 我这时候开车把衣服送过去 把苏西西快带过去 哎 哎走吧 还能在这里干什么 我来个办公室一趟 来个办公室一趟 江总找我 你们随意 你们随意 那我们不是周总的人吗 怎么 又跟江总搞闹一块去了 像周总那么差的脾气 谁能在他手上待过一个年头 到我是这 我也会想办法包其他老总的大腿的 干什么 江总找我什么事啊 今天不是举行秋季市场展吗 苏西西负责服装 把这些鞋给他送过去 就这事啊 不然呢 还没有什么事 送就是 来来来 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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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快喝 来来来衣服来了快给他们换上 一会就要开始了 展现你们的魅力的时候到了 太棒了 你再来了 大家挑自己的马术 快拿上 去吧去吧去吧快 好了吗你们快点呀 坐坐 倒点了姑娘们 赶紧你们上场了 快快快加油了 这次啊你的作品 一定会广受好评的 还好来得及啊 不管他平时怎么针对我 重要时刻 他还是把鞋子送来 我以后再也不跟他唱反调了 你闪下着看我干什么 我脸说没有东西 你闪下着看我干什么 我脸说没有东西 没什么 我会把它做出了吗 我会不合来的 我会不会听到我了吗 我会不会听到我了吗 好,行吧,这场是吧,有孙律控场,肯定没有任何问题,待会周总来了,我去找地方坐一会了,行 肯总,好像对你有点意思,肯总这,这一定会大幅成功,辛苦你了,肯总啊,介绍一下,上次直播间你遵驳走了,我还没来到去跟你介绍一下,我们 所有介绍 我们跟进去 后台还有点事情 那我就先走了 你俩继续 拜拜 亲近的服装 都是你设计的 亲近的服装 都是你设计的 你怎么知道 上面写着 洛兰专属秋季式的 设计人 书记欣 这件事情 我完全不了解 这半个月 我每天都在忙着 设计服装 打板追成品 尤其周总对我的态度这么差 我根本就猜不到 他会把这样做的事情 交给我全权负责 还冠上我的名头 周总 谢谢你 构思是你想的 孙丽丽也是您请的 要谢的话 就谢你自己吧 周总把时尚发布会 交给你来做 也是我完全信任你 可不要让周总失望吧 我一定不会让周总失望的 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 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 别担心 你先看一看 清楚怎么解决吧 你先别想 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明明 明明我都是反复检查过的 不可能会有疲劳 不可能会有疲劳 苏西西啊 苏西西 你知道我为了亲眼看到你和周敏 身败名裂 换了多少心思吗 你们现在该尝尝被人羞辱的味道 原来是有个模特 走秀的时候 转身的时候 不小心滑倒 撞到了一面 走回来那摩特 然后 就不小心把这个场面搞得 现在这么混乱 所以不过是收嫌办事 既然你们没这个实力 就不要怪别人拆它 第一次办秀 你就给我搞什么这样 不以后还怎么让你给我干活 我劝你以后还是别干了 转行吧你 别跟别人说造什么干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初总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 迷不过时的机会啊 不是 是啊 是啊 没关系的 你们俩等会善后 然后说几句好话 应该就没问题了 你想想 这模特 出事情也不关你 你不猜他怎么 怎么 这是我第一层十分 其实我没想到 不是你的问题 你那衣服设计得这么好 是鞋子的问题 鞋子 因为那个鞋子质量太差了 也不够防滑 导致那个摩托走秀的时候 不小心滑走了 才导致了现在这场意外 刚刚是郑宇送来的鞋子 会不会是他在鞋子上动了左脚 也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我们这场秋季发布会 筹备了这么久 什么时间我们都想到了 这边出现在鞋子上出现了意外 我觉得 可能真的是他 你做什么呢 找郑宇 肯定是他 故意不坏我的时装秀 你 他最近全找了 没有快到这边 乐乐 我结束了 你来接我吧 我可以送你回家吗 我可以送你回家吗 顾总 我已经打电话让我闺蜜来接我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单纯觉得 你今天的表现 真的很棒 公司 为我花这么大的代价 为我策划的时装秀 居然被我给搞砸了 我对不起周总 和公司领导对我的恨我 这个时装秀 展示的成不成功 我倒不在意 我更在意的是 你的才华 我是真的想不到 你会把 十项最受欢迎的职业女装 跟苏秀传统文一样 融合在一起 成为当下 最火爆的包困 你相信吗 三个月之后 这一定会成为 行业的风向标 周总你就别安慰我了 我今天 失败得一塌糊涂 那 你今天 心情不是很好 让我们休息 不要这么多了 行 有事我们再联系 好 苏西西啊 苏西西 这次就是大罗神仙来了 给救不了你 这次就是大罗神仙来了 给救不了你 周总 都有事情对付费报 说 我觉得这次的时装秀 是苏西西 故意搞砸的 好跟他人联手打压 我们又来 我信 这边没证 还有其他证据吗 最近这个苏西西啊 跟顾总走得很适近 他肯定是故意搞砸 这次时装秀 用的就是 好好顾总 我看看 把苏西西叫进来 绣场出问题的鞋 果然是正义拿过来的 还有心在这上网呢 周总找你 周总找我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你也不用在我面前 秀优越感 周总你找我 坐吧 秋季时装秀 上后的怎么样了 多亏 有金助理的帮忙 时装秀的现场 已经都说出妥当了 我知道你认识顾涵 有一些交集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顾总 他人挺好的 不仅出手救过我 还帮过我 不仅出手救过我 还帮过我 我挺感激他的 原来苏西西跟顾涵之间 还颇有渊源 怎么顾涵那小子 一点风声都没透露给我 周总你不要生气啊 我不是故意要接近顾总的 我知道我们是对手 不义有太多的交流 我以后会注意 跟他保持距离的 不是责怪你的意思 我只是听正义说 你要去对家一个人 是真的吗 周总 你千万不要听信正义的 心口胡宗 他这是污蔑造谣 无中生有 我知道了 去把他叫过来吧 好 周总你找我 手机 你们会这么闲门吧 苏西西都要跳槽了 周敏还偏袒她 天里何在 时装秀已经失败了 周敏和苏西西也流入业界笑柄 不是说好让他们走人 让我当设计总监的吗 向总你怎么说话不说话 我怎么说话不说话了 我现在就让他们滚了 喂 把你手上工作先放一放 来办公室开会 我有话跟你说 来办公室开会 我有话跟你说 把那个苏西西也叫上 苏西西 工作先放下 帮我去开会 从开直播开始 我就跟郑宇集下了梁子 这一切背后的始作俑者 绝对是郑宇 他把公司和我都毁了 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昨天的秀场搞的一团糟 浅之前所未有 网上对我们的嘲讽 也是络绎不绝 你这么做 就是在砸自己的饭碗 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秀场 你既然交给一个 未满三个月的实习生来干 你明白 你不把我们这些合伙人 放在眼里 在周总的领导下 我们公司这两个季度出现了负增长 应该不会想破罐子破摔吧 我不认为我选择一个实习生票大量 事故错误的决定 虽然我在现场的时间比较少 但是在模特发生事故之前 整体氛围还是相当不错的 媒体发出去的消息 也是广受好评 倒是你们 为了节省经费 不知道给我从哪找的歪瓜 里也找了野活回来 让我实装秀变成个孝宝 你们让他们反省一下吗 你们让他们反省一下吗 我警告你不要太过分 你是公司请回来赚钱的 现在钱没赚到 还差点把公司的名语毁一旦 你如果不想干了 我们都可以把你踢出去 我们所有的合伙人都会投你一票 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来上班了 周总的处理方式也算公道 之前的手可以既往不救 我没想到 这么快就被悬奔死刑 这一切都是一场阴谋 是郑宇的阴谋 你们都被郑宇给蒙蔽了 而且 你们做这个决定 对我不公平 有什么不公平 你也不反省一下 秋季服装周 是你负责的 你责无旁赶 周总 周总你说句话呀 这不是我的错 不是无辜的 瘦闯的问题 确实不是苏西姬的问题 是鞋子的问题 各位老左 稍完无费 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 能否听我给予真知所见 你可是你会跟 西姬二 不是吃饱干的那个 金宇斌 说吧 怎么回事 我跟苏西姬了解过 是鞋子的问题 苏西说 这款鞋子 它不够防滑 在替态上 是非常致命的 这款鞋子呢 是另外一个助理 这女才购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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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各位老费 和江总想了解 我走去 不妨 把这女给交过来 鞋子再不防伐也是质量问题 这么大的时装袖经费经养严重不足 不光模特出问题 鞋子也出问题 江总 你说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你还说这么交的 苏西西啊 苏西西 看看这次 还有谁保得良你 江总啊 找你 你干嘛拿我鞋子 这鞋子啊 不是模特穿的吗 怎么会在你这 关你屁事 赶紧把这还我 还你可以 不过你得先跟我去见江总 去就去 谁怕 这就是昨天 摩托走秀的鞋子 这质量也太差了吧 我不是把钱给你了吗 让你去买点好的鞋子 怎么都没房子是吧 不是说好赶走周敏和苏西西 让你去买点好的鞋子 让我做设计总监的吗 怎么变成是我背锅的了 你不要解释 我本来是很信任你 让你去买鞋子的 现在呢 你让我很失望 我实在是冤枉啊 明明是江总 亲自把鞋交到我手里 怎么到时候是我采购的了 公司有出单记录 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查 放屁 不论 不再也不想看你 不是让你这个当老板怎么跳下去 左一个出问题 又一个出问题 我看你这个设计总监 你别干了 江总别忘了 后来你 我们俩组织不战费座 你逃不了我 我也逃不了你 你让感动吗 我们俩就得绑住 我确实投不了你 他们可以吗 不管怎么说 周总为了诺兰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江总 还请你先消消气 这个有你说话会吧 从今天开始 正义 还有苏七七不再是能安安养工 至于周敏 明天斗出来的特别解释 明天斗出来的特别解释 嗯 好一个神仙打架凡然遭殃 看来江总早就想让我和周总离开诺兰 所以才费尽心 自磨坏了这一切 出了事情就过河拆桥 你实在是无始至极 那干什么 我 江总 小小姐 我现在就带她走 好了啊 不要难过了 你这么有才华的人啊 不管到哪里啊都能安身立命的啊 嗯 那你好好的 一个男同一个贱女正好操作一个队 正义 我平时骂你就算了 是不是非比我都熟才知道我握我双全啊 过来 过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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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那我就先回公司了 拜拜 回头联系啊 回头联系啊 周敏的事情 你别意 啊 你指的是什么 是他让我来接你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不是很讨厌我吗 我只是手段 我想要把我赶出来 你怎么 会其他说话 你先说说 什么叫做 不得走手段 自打我进公司开始 他就不喜欢我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第一时间 就是把我推出去当导尖牌 昨天的时装展也是这样 什么事情都怪在我身上 今天公司还因为这件事情 找我们去开会 他还 毫不犹豫的把我给看出来 感情我就是一个 没有感情的背锅侠呗 几乎 身边所有人 都对他 那些很重 无意 你怎么知道 但是他这个人其实就是 嘴硬心的 盗子的嘴 盗子的心 不信 你想一想 是不是每次到关键时候 他都会出现帮你 不论是 药品直播也好 还是你这最高 你跟OA超级也好 还是时钟的发布会 都在默默的帮你兜兜 而且你想一想 你在录来三个月 进步手术 你在录来三个月 进步手术 看车了 今天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 对了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我知道这么多 是因为 我可以送回去吧 人 我给你送回去吧 好 晚点见 那你到家呢 您好好休息 不要多想 过的时间 你会知道 周炳 其实是个很好的人 那 拜拜 拜拜 我刚刚跟周炳什么关系 怎么不这么了解他 怎么今天这么早起回来呀 送你回来的帅哥是谁呀 妈 那是我同事 送我回来的 妈 那是我同事 送我回来的 那是我同事 姐 坐吧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江凌夫要对付我 我已经迷失 爱是这么多词 你总是 不放在心上 不是不放在心上 是不必放在心上 什么意思 腐败的现象 就像一颗长着毒刺的苹果 你不去管它 它就会腐烂 发臭 诺兰 不是我放弃它 是诺兰放弃了我 所以 你就选择 先让苏西西出去 不错 她有才华有实力 我不想她被南墨在这里 那 你想怎么做 她的才华和实力你都看到了 所以我希望她去你那里历练一段时间 那你呢 我自有分寸 你别扫心了 你啊 就是不懂得表达自己 总是让人好心当成驴肝肺 总是让人好心当成驴肝肺 那我不是账户得好好的 行吧 我担你的请求 回头 我找个时间 先和苏西西聊一聊 谢了 谢啥呀 你是我的 好姐姐吗 你已经确定这么做了 我别无选择了 既然这样 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明天到九点钟 我们公司见 现在让你离开公司呢 知道你也肯定不甘心 但是你也知道 公司现在亏损那么严重 我们也没办法 不用给我大吐苦水 说条件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条件 你们不是想赶我出局吗 很简单 只要答应了我的条件 我随时可以走人 你 小林 什么条件 你说来天天 当初诺兰成立的时候 我们各占30%的部分 其余的人各占10% 也就是说只有我俩有决策权 也就是说只有我俩有决策权 你说 我要把我的30% 卖给对加一人 卖给对加一人 这怎么说都是我们公司内部的矛盾 你把它卖给对加 你有何居心 有何居心 当然是鱼死网破了 这么说弄来都是我们的心血 是吧 你要卖给对加 是不是跟他们早有勾结 所以我们秋季时尚法复会才会这样 有些人就喜欢倒打一耙 就像泥潭里的猪 边上站着的人都能被你捂上 如果不是你们早有预谋 那为什么秋季发布会一败突击 公司亏的钱谁来负责 你早就想拉罗南一块陪葬是吧 这么恶毒 我一定不让你得逞 不管你怎么狡辩 这场仗 我赢定了 你们这些人整天跟着江天赋 马首是瞻 他是给你创造社会价值了 还是给你赚钱了 一群漂亮小丑 我根本就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 我拉就是告诉你们 你们做好跟江天赋一起滚蛋的准备吧 你们做好跟江天赋一起滚蛋的准备吧 等一下 不管你能同意 不管你能同意 只要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在我手里 我不同意 你们能拿我怎么办 当初请他过来一起开公司 没想到变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谁知道这个老女人心里打的什么算了 我不管你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从明天开始不准再踏着你弄来的班 只要你敢来 我们就搞定 对 这名单上的人 全都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 他们已经同意跟我一块离职 各位 没有意见吧 这上面的名字全是公司元老级别的人物 全都占据着诺兰的半壁江山 可以说周敏一走 诺兰就彻底完了 我来不是跟你商量去留的 是通知你 我走定了 邱总 如果你不走的话 其实条件我们还可以 怎么回事 刚刚江总的气势 感觉都要把我身中活泼了 现在怎么 改变态度了 刚刚江总的气势 感觉都要把我身中活泼了 现在怎么 改变态度了 大家一起共事这么多年 不至于因为这点小事办 对 江总的意思是 不敢我出局了 大家都是熟人开个玩笑嘛 是吧 可惜了 诺兰已经没有值得我留恋的地方了 各位随意 哎哎 站着 我警告你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活这么大见过墙买的 没见过你们这样墙卖的 几个大老爷们儿逼个小姑娘 不嫌害臊 骆总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你们几个人在我的公司 把我的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的 现在又想把我的骨干成员逼走 什么意思 不是 我们跟周总闹着玩的 你跟他怎么还上头了 这女人麻烦你 闹着玩 姜天福呢 你之前在我公司拿走的两天来 宣发经费也是闹着玩的 郭总总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我的话 姜天福 行 我给你几个 周敏是我自己一手 交出来的 他有多大的能耐 我比你们清楚 所以 是去是留 他自己说了算 啊 郭总 就就放他走啦 要不你拿生意把绑过来 要不你拿生意把绑过来 我这 我 我这 我这 今天多谢你帮我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也不会这么顺利和身 你的性子我还是很了解的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以个人名义 开到工作室 需要用钱跟我说 我会全力支持你 你有什么着急 因为我需要的时候 肯定会给你打开 你啊 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客气 晚上来我再一趟 我有事情跟你说 姐 坐吧 你彻底离开乱兰了 嗯 离开了 那你要不要来我公司上班 或者计程办法的公司也可以 不用 握紧想好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握紧想好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那你都想好了 你叫我来干嘛呀 我今天找你来是为了 苏西西 想不到 你还记得他呀 怎么说 他呀 以为你让他背锅赶上走 这几天 家里上奔去呢 到底谁在骂我 对他误会也是应该的 但我已经想好 要怎么补偿他 那你要怎么做 我这里有诺兰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我可以无条件给你 但我的条件是 让苏西西去一人当设计总监 周总他真这样安排的 嗯 他不是讨厌我吗 他怎么会为了我牺牲这么多 谁跟你说 周总讨厌你 这是一人设计总监的聘业合同 没有问题的话你签字吧 这是一人设计总监的聘业合同 没有问题的话你签字吧 嗯 我姐早明白 孟岚会出问题 我本来想她的工作上班的 你妈 我也想一并挖过来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姐做事 比我还得立封心 不过让你安全退场 自己也急得永退 这份魄力 胆识 连我们几个男人 都望尘莫及 等等 你姐 谁是你姐 我姐是周敏啊 周敏是你姐 嗯 我以 一人设计策划部总监的名义 保证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以为 你给我安排一个设计总监的位置 我就会感激你吗 那你告诉我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待在你身边 我想要在你身边快速的成长 我想要在你身边快速的成长 共识的话暂时不可能了 成长你在布寒那边就已经不够了 你不要以为什么都可以在你的掌控之中 感觉别人就应该对你感恩戴德 做人不该这么自以为是 我只是觉得你在那边会浪费到你的才华 仅此而已 那你把我一并带走 我想要跟你一起开工作室 你现在还是一个一文不明的菜鸟 你拿什么给我开工作室啊 我就看不惯你这种不够在上的样子 你可以完全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形式 你可以看你的才华室 真的吗 相信我 我给你的安排绝对是最好的 现在你只要在布寒那边好好学习 争取将来成为我的做法室 你等着 总有一天 我会光明正大地站在你身边 你要的条件我都答应 什么时候去公司上班 明天上午九点 公司见 什么事 苏吉西答应入职了 恭喜你 是我该谢谢你 轻手把我拉着的红线 这就叫做肥水不留外人田 更何况苏吉西的小女孩也挺不错的 我不帮你帮谁啊 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找到夏家了 那为了庆祝我的新公司 一切顺利 干杯 我说什么来着 还是咱们闺女厉害吧 马克波我生的 哈哈哈 来来来干杯 你也吃呀 哎好嘞 爸妈 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你们吃啊 这孩子又干嘛去 哎呀听你干嘛 吃吃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 明天公司见吗 明天公司见吗 你不会是怕我反悔吧 在公司 我睡老板的声音给你相处了 我今天过来 是想去另外一个 上次的意 我去哪里 你来得住 你出品啊 你就要回来 我再来 你来到哪里 我去哪里 我来的 我去哪里 你来到哪里 我来到哪里 你去哪里 我来到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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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